第666集 这神归天王兽的营地之中造成了一种灾难,无数的神归天王兽被镇死,化为真龙,被方寒气收。 而这老巢之中也栽种了许多灵药,更是被方寒收取,溶于一炉,甚至还有一些仙气,也飞了起来,被方寒同样融化。 方寒就好像一尊巨大的绞肉鸡,吞噬古兽,以它为中心,方圆数亿里无数个时空,无数个神国都纷纷破灭。 几乎是所有的神归天王兽都无法逃过它的稀释吞吐。 八部浮屠好像一个永远也无法喂饱的混沌龙兽,吞噬得越多,把越多的真气化为真龙,这尊浮屠就越强。 其中甚至衍生出了更多的真龙虚影,每一条真龙都拥有无穷的实力。 方寒每吞噬一头妖兽,那妖兽变化为真龙,同样具有实力。 也就是说,以后方寒只要一催动八部浮屠,其中就会飞出源源不断的妖兽大军。 不过,这些妖兽变化成了龙兽而已。 海猴拳眼,纳入我手。 一面化为虚无霸式的吞噬混沌龙兽,方寒一面把那海猴圣拳眼最终收取,化为了一枚巨大的湛蓝色眼球,纳入掌心之中。 这湛蓝色的眼球形的海黄圣拳眼。 现在,已经有着无数蓝色的元气流淌,纯净的原始之气,掺杂了许多海中稀有的古老气流,静静的流淌。 相当于七码三十五六条,一阶灵脉。 这下,方寒可是赚大了,方寒,这次是收获大了,收获巨大呀,我们发财了,真正发财了。 以后啊,你干脆就在海底探保的了,许多海底部落的妖兽都占据了灵脉,一到他的收取,也不缺乏修炼的元气了。 颜看见那海猴圣拳眼化为了眼球,高兴得嘎嘎之乐,不错,这次收获很大。 方寒点点头,手掌一翻,就把这条眼球式的灵脉收入了身体,大口一张,蒙烈一吸。 在这片神归天王寿的老巢中,甚至一座座的古城都飞了起来,被凝炼,缩小,被他吞入了身体中,全部都吸取进入了八部熔炉,还有三十三天至宝中的补天炉中,用熊熊的金仙真火断烧就化为了纯净的元气,避意自身神国。 这些城市都是精心锻造,天才地宝。 几乎是数十个呼吸之间,整个神归天王寿的老巢全部消失,满目疮痍,简直是被方寒彻底灭绝。 而在八部浮屠中,无数元气凝结成了虚影,是许多神归天王寿化为的龙兽,本身元气融入了八部浮屠中,成为神灵。 但是,只要一催动,这些元气就会凝结成熔寿,像海面上的大军一样,滚滚如潮。 可以走了,几乎是把这个巢穴收刮金光,连房子城池都炼化了,防寒心满一族,飞升上海面。 整个神归天王寿的巢穴之中宝贝非常之多,下品仙器都有数十件,灵药更是一大片,不过特别珍贵的却并没有看到。 这些,方寒都不在乎,全部丢入八部熔炉和补天炉,炼化成一团莫名的真迹,锤炼到达极点之后,来滋养本身的纪元神拳。 经过了这么一场战斗,毁灭了神归天王寿的巢穴,他的纪元神拳再次得到了很好的磨炼,尤其是击杀九头金钱级别的老龟,同时毁灭了失落之剑的酝酿大阵,这都丰富了纪元神拳的修为。 一团如湛蓝色的眼球般的海猴圣泉眼,储存在身体中,方寒感觉到滚滚元气聚集而来,周身神国都开始狂暴,再也没有元神之气缺乏的感觉。 接下来,去乱神海,鬼舞圣君的墓穴探险,有了足够的元氏之气,就可以大展身手,什么都不用畏惧。 尤其是,方寒在毁灭海猴大阵的时候,击破了召唤失落之剑的大阵,得到了一缕真正的失落之剑剑气。 那剑气现在镇压在体内,渐渐被造化神器的气息压制,变得驯服起来。 这道剑气,极其灵力,简直超越了上品仙气。 方寒觉得,以后用来偷袭敌人,非常有用。 海面上,黑玉风暴越来越猛烈,神规天王寿的大军黑压压围困过来,还有别的妖魔,都四面围杀玉父太子慕容氏,须慕云等人。 不过,这些绝代金仙各个强横,根本不怕,就是静观其变,等待黑玉风暴过去,再展开绝地反击。 因为在风暴之中,妖魔的神通要增加很多,风暴过去了,妖魔也就虚弱了。 那风暴杀入了大军之中,说是要斩首,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? 苏飞扬已经靠拢了玉父太子慕容氏,见其一卷,就灭杀了上百头冲过来的神规天王寿,还有一些黑水王蛇。 在天界,也有黑水王蛇的存在,而且在海中神通不小,不过,显然是神规天王寿的附庸。 大军之中,每一头天王寿都豢养了不少的天仙、神仙甚至玄仙级别的黑水王蛇,释放出来滚滚翻浪,更加增添气势。 哼,不自量力。 也许已经陷入其中,妖兽之中也有大神通者,而且,最近传闻,海中的皇者已经开始苏醒,传递出了惊人的意志。 天庭早就得到了秘密的消息,在海中沉睡了无数个年月的王品仙气,时落之剑,也已经从尘封中走了出来,法力更增,已经隐隐约约的快要修炼成圣品仙气。 到时候,就差不多是可以剃美天军级别的存在。 天庭对于这件事情,已经上报给了几位执政天军,现在正在商量对策。 海中的许多强大妖兽部落,也都纯纯欲动,似乎得到了海族皇族使者的传输。 慕容氏说出了一段秘密,如果真的是这样,神归天王兽作为海中一股强大的种群,肯定是要被海皇使者收服。 有什么杀手键在其中,也说不定。 我为什么迟迟不出手,就是在推算一些事情,否则,我记出神通,倒也可以横扫大军。 啊,还有这等神秘的事情,海族中的皇者? 魏东升等人大吃一惊。 那这风源进去,遇到一些杀手键,恐怕是凶多吉少咯。 反尘笑了起来,哈哈,我们还指望他进入乱深海之中,做挡线牌呢。 轰咯! 就在他话音刚落,在神归天王兽大军之中,一团烈日式的金光,升腾而起。 方寒身体高大,如海商霸主,全部都绽放出了条条金色长红。 他大手一抓,上万的神归天王兽就进入了他的身体,身躯一震,又有上万的妖兽全部炸开,化为龙形血气,被他吸收,整个神归天王兽的大军顿时溃不成军。 在大军的身处,足足有三头金鲜强大的神归,破空而起,各自施展出了一口奇异的古剑虚影,斩杀向了方寒。 施弱之间的剑气? 须墨云叫了起来。 果然,这神归天王兽不落之中,有杀手险,施弱之间的一丝剑气,威力就超越了上品仙气,诸仙斩神,所向披靡。 我若是遭到暗算,剑气入体也难以忍受,起码受伤很久啊。 慕容是脸上也是色变。 但是,方寒在围攻之下,却丝毫不拒,大手一挥,手上同样出现了失落之间的剑气,蜿蜒扭矩。 龙蛇狂舞之间,居然把那三道剑气收取了过来。 砰砰砰。 三头持剑的金鲜老龟一愣之间,就被方寒一拳击碎了脑袋,榨成粉末,全部吸收,不浪费一点。 好,很好。 我体内的金鲜法则,又增加了三千岛。 吸收这三大神龟金鲜的所有精血元气法则,方寒的力量,再次变得强大了一些。 全部斩上。 他身躯向上一冲,身体周围无数悬窝,几乎把神龟天王兽的大军卷进了一大半。 剩下的零零散散的妖兽在风暴中开始溃散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击溃了神龟天王兽的大军,又斩上了三头神龟金鲜,得到了不少的精血元气。 更有三道同样的失落之剑剑气,融入身体。 方寒是志得一满。 这一次的收获,非同小可。 说实。 他降落到了须沐云的面前。 风元,你…… 须沐云正想发问。 方寒却已经说了出来。 我刚才冲入大阵之中,并没有急忙斩杀,而是向下寻找,到达深海之中,捣毁了神龟天王兽的巢穴,收取了他们的灵脉海侯圣泉眼,把他们的部落全部斩杀干净,这才上来击溃大军。 什么? 这么短的时间内,你居然就捣毁了神龟天王兽的巢穴? 碧云儿眼神一阵简直不敢相信。 神龟天王兽的巢穴之中,有九大神龟元老,都是绝代金鲜,镇守在海眼之中实力无比强横,外面更是被经营的上百万个天界年进发重重。 我曾经潜伏进入过,但找不到丝毫破绽呢。 你不相信?方寒微微一笑,掌心之中出现了一枚巨大的湛蓝色眼球,流转了一阵,又没入身体。 啊?果然是海猴圣全眼! 慕容氏,苏菲扬,甚至连魏东升等人都飞了过来,眼神之中显现出了羡慕之色。 就连慕容氏对于这相当于三十多条一阶灵脉的圣全眼,也十分的心动。 虽然他是天庭玉府太子,但说实在话,天庭玉府也是一个小小的机构,像这样的机构,天庭成千上万。 尤世并不丰厚,当然比起一般的大文派,却也是天壤云泥。 封元,你发了一笔横财啊,慕容氏镇定了一下眼神,不过,令我想不到的是,你居然能够降服失落之剑的剑气。 的确,这剑气十分的凶狠,不过,我还是勉强能够镇压。 方寒淡然道,手掌再次一翻,其中出现了四道剑气,其中一道主剑气微微的温顺。 但是另外三道剑气,凶横得好像是万古逆龙,森森杀气,从中弥漫出来。 第一道温顺的剑气,是方寒从神规天王寿的老巢中夺取到的。 另外三道是刚刚斩杀风暴之中的大军,从三个神规统领身上得到的。 那三个神规统领,本来也是实力强横之辈,可惜遇到了方寒,一个照面就被击杀,吞噬,炼化。 果然是失落之间的剑气。 慕容氏掩放奇光,突然开口道,不知道风兄,你的四道剑气能不能够转让给我? 要什么条件,尽管开架。 哦? 方寒看了看慕容氏,暗暗运用洞天园,却发现此人的身体内部似乎有一面镜子式的古堡在反射光滑,根本看不清楚它的修为。 那镜子式的古堡显然是一件上品仙剑。 不过,方寒看过慕容氏几次出手,觉得他修炼了一门非常玄妙的剑道,如果能够融合失落之间的剑气,肯定会得到极大的弊,但是,这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,他融化了造化神器的残片,除非是真正的失落之间前来,否则,剑气是奈何不了他的。 怎么样? 冯元兄,开个价格吧。 慕容氏再次道。 嗯,方寒沉默地一致。 这四道剑气,一场珍贵,我要修炼一门玄弓,也需要。 不过,既然慕容太子你要,我也不能够拒绝。 这样吧,我就让出两道来给你。 我现在缺乏的是金仙法则,还有原始织气灵脉。 这样,每一道剑气,你给我十枚网品仙丹,还有一条一阶灵脉不合。 什么? 这个价格? 慕容氏皱了皱眉头? 这个价格,都可以买得到一件上品仙气的一阶灵脉,非同小可。 一条一阶灵脉,可以建立起天拳门那样的大宗派。 方寒开出的这个价格,可以是拿刀割肉。 不过,看了看着失落之剑的剑气,慕容氏脸色阴沉了很久,还是忍不住同意了。 看着慕容氏的样子,方寒自己要不是有足够的武力,对方就可能强行抢夺了。 这里是两条一阶灵脉,还有二十枚网品千甘,你拿好了。 慕容氏从袖子里面甩出了一个锦囊,方寒神念渗透于其中,果然就发现了两条一阶灵脉,还有网品丹药。 那网品丹药也很强大,蕴含上千的金仙法则,虽然不如战士神丹,但也和万新业帝丹相差不多。 不过,方寒却隐隐约约在那锦囊的深处,发现了一抹不寻常的喜悉,似乎是静止。 哼哼,陈慕容氏果然在其中下了秘密的进法。 要不是我,根本不能够发现。 方寒心中暗暗冷笑,他就知道,这慕容氏不会老老实实地就花费心血,把灵脉和丹药交到自己的手上。 他送过来的灵脉锦囊,甚至是在灵脉丹药中都暗藏有秘法,普通的金仙根本发现不了。 不过,方寒是什么人? 三十三天至宝之中的周天仪神妙万倍推算之间,什么微妙的进法都能够发现。 根据推算,方寒发现,这是一种极其恶毒的进法。 只要自己吞服了丹药,或者是吸出了灵脉元气,就能够潜伏在自己身体之中,随时发作,暗暗积去元气,成为一颗恶毒的种子。 这孕妇太子慕容是用心之歹毒,可见一斑。 来而不枉非离也,你和我交易的灵脉锦囊之中,布置下这恶毒的东西,我也绝对不客气。 大心魔术,原始心魔精。 心魔无形,心魔无影,寄托虚空,散落元神,诸如剑剑。 方寒心中微微一动,一门神通大心魔术运转了起来。 这门三千大道排名极其靠前的神通,可谓是生灵不灭,心魔不灭。 修炼到达了金仙境界的方寒,对于大心魔术的参悟,也到达了一种极限,能够画出原始心魔操纵万物,无影无形之中,入侵金仙心灵。 使得对方在修炼的紧要关头,幻象重生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想说《永生》第666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